我们做姜爆鸡丁所需要的材料也非常的简单 我们来给那个鸡腿去骨头 把它的骨头去下来 先从骨头画一刀 这样子 把它画开 这样子 把这个骨头先弄出来 其实比较好去的 再用刀刮一下 这个骨头已经出来了 这个关节处这里 我们要切把它划开 这里把它划开 这样用刀往下一刮 这样它就下来了 其实非常简单 这个已经出来了 这就是肉了 这样给它 删一下 因为这个肉比较厚 它比较难入味 接下来我们把它改成小块 先改成条 切鸡丁 先改成条 再切成鸡丁 切好的鸡丁 我们加入两克盐 还有一勺料酒 我们把它抓均匀 鸡丁 鸡丁 不要太多 三分之一个就可以了 这样把它抓均匀了之后 我们加一点水淀粉 把它抓均匀 我还放一点油 炒菜的油 我们要放个十分钟以上 让它静止一下炒出来会更嫩 放一些姜末 我们把它切碎 洋葱呢 我们来切成块 这样切成小块 青红椒也切成小块 接下来热勾冷油 油温烧到五成左右 下入我们的鸡丁 先不要动它 让它定型了 我们再用勺子这样把它滑撒 接着下入我们的青红椒洋葱 下油倒起来 锅内留鱼油 加入一勺甜面酱 这个甜面酱下去了 再加一些料酒 把它化开炒散 这样炒到起泡了 酱炒熟了 再加入一些水 再加入20克的白糖 再加入一些生抽 接着下入我们的鸡丁和辅料 一些水淀粉 把汁收拢 搁一个芡 再来加一些姜米 把它翻炒均匀 再加一些炒菜的油 舟子晾油嘛 起个装盘 姜茅基丁就做好了 洓入手 小路 小路